阿龍是他們在說 什麼是他們跟你說的 2012大選 中天最在地 中天最靠近 嗆一下 掌聲大聲喊出來 選舉發誓 吐轉白 11月15號起 每週一到週五 天天咖哩 祖父輝驗 這次的立委選舉當中 這新北市淡水第一選區 原本藍綠比高達6比4 不過去年呢 我們看到五都選戰當中 蔡英文和朱立倫在這裡打成了5比5 藍綠板塊位移 加上國民黨老將吳玉生 曾經爆發和孫仲宇 上賓館被對手新秀 何博文猛黑這個私德操守的部分 選戰倒數一個多月 吳玉生步步為營 也請泰作當超級助選員 加近25萬選民的 新北市淡水第一選區 政壇老將吳玉生 面對首度投入政治的名嘴 何博文挑戰 請請中陳水 對 好 這讓你們 資深媒體員出身 何博文閒熟一體操作 從打選戰開始就猛攻對手操守 吳玉生曾選入孫仲宇 公外情 重手疊一交 何博文發送中陳水 暗示動機不言可遇 讓吳玉生盲備再次 53歲生日 吳玉生特別請泰作押陣 當超級助選員 兩人台上雙手始終牽在一起 鏡頭前也要量TT 晒恩愛 就是要力圖反轉 不忠誠的印象 什麼想跟委員說的 生日快樂 你會覺得跟他 自己每天都很像過生日快樂這樣 是 今天有特別跟他講什麼 謝謝 他已經講很多了 擔任過兩屆立委 曾是馬市府發言人 是標準馬家軍 深根基層多年 何博文沒有政治包袱 旗聚鮮明 對吳玉生造成不少壓力 一個政治人物 對家庭如果不忠的話 他對人民對國家會忠嗎 如果連整邊人都可以欺騙的話 你覺得他對人民會不會欺騙 如果他只能用負面的選舉 來作為他選舉的方法 我就很遺憾 我就不知道 這樣的立委候選人 到底要拿什麼來面對民眾 雙方隔空薄火 選情激烈 雙屆立委選舉 吳玉生南瓜近六成選票 打贏對手兩萬六千票 藍綠比六比四 但去年五度選舉 朱立倫和蔡英文 在同個區域旗鼓相當 藍綠比就是五比五 我不會有恃無恐 我不會驕傲 我不會親敵 跟著總統大選的步驟走 其實我覺得這一區選區 翻盤的機會非常大 新北市第一選區 淡水儘管履創全台最低溫 但玉金可是超火熱 吳玉生用擅長的組織戰 深入淋理故莊 何博文挾著議題主導能力 搶活媒體反面 新秀威脅老將面臨 空前壓力